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勞工团体更加要求加薪百分之六 年尾就来到 打工仔最关心的就是离忍一年 又没有加薪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 今年头九个月 访问一百一十五间不同行业机构 涉及十六万二千几个全职雇员 今年平均加薪百分之一 创十年新低 扣除通胀之后 实际负增长是百分之零点四 是十年来首次负增长 大家都不会很惊讶 就着社会的情况 就着疫情的关系 又不通得关 大家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和冲击 如果你看回之前 沙士那段时间 其实我们都已经 一个百分之一已经不算是差 在书困措施 消费券 的帮忙之下 其实有一个百分之一 我觉得都降得过去的 学会根据一百零五间机构提供的数据 表明会加人工的只有三成七 有个半未决定会不会加人工 预期冻生的就少过一成 学会估计 明年的加薪幅度有大概百分之三 企业现在面对最大的困难就是 怎么样可以尽快去恢复自己 在营运的能力 和自己做生意里面 可以更加拓战自己的业务 所以他们是需要很大量的人才 去帮忙去扩展 3%其实都是一个算是审慎的幅度 学会就说加薪幅度 仍然会受到营商环境 包括通关和社交距离措施等等影响 港交劳工社团联会 也都发表新筹趋势调查 建议加薪不少过百分之六 认为去年疫情严峻期间 不少雇员被逼放无薪假等等 现在疫情和经济回稳 期望在共度时间之后 企业能够和雇员分享经济成果 无线电视机请 吴家軒不道 政府过渡性房屋项目之一 博外江夏围村 即日开始去到下个月15日接受申请 预计明年第一至第三季陆续进攻 合共提供近2000个单位 游行机地产以象征式1元借出土地 运输及房屋局拨款近11亿 资助兴建 博外医院负责营运 位于元朗的博外江夏围村 步行至西铁錦上路站 只需15分钟 项目由8栋四层高的住宅大厦 和2栋便利设施服务大楼组成 以组装合成技术兴建 1,998个单位预计可以容纳6,000人 当中超过1,000个是一至两人单位 每个单位都设有独立洗手间和煮食空间 厕所中间有截门分隔 干湿分离 住户洗完凉之后 可以出来干爽区换衣 项目被轮后供屋不少过三年 居于不惜撤居所的人士申请入住 月租由2,130元至4,510元不等 居住期一般是两年 如果政府公屋那边给了一个批判 他们可以上楼 他们就要走 他们就要搬出去 但如果他一直都轮不到 我们譬如两年就到了 我们是会根据他的情况 给他extend 另一类可能他刚刚申请 或者他根据没有申请到公屋 我们都会根据他的情况 可以看他可不可以继续住下去 项目预计明年第一至第三季 陆续员工可以入伙 即日起至下月15日 可以经网上或者到博外医院 赛贸会护理安路院大楼递交申请 母亲电视机者杨培斯报导 教育局说至今有10间中学恢复全日面授课堂 也有89间的部分级别上全日面授课 全港有超过500间中学 局方说截至今个月7日 接获191间申请恢复全日面授课堂 其中159间申请在个别级别恢复 32间申请全校全日面授课 根据教育局指引 学校七成教职员和学生 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满14日 就可以申请全校或者个别级别恢复全日面授课 当中12至17岁的学生 只需要打一针满14日 也都视作完成接种疫苗 本港和内地通关 应不应该切具自动追踪功能的通关码 近日引起讨论 澳门健康码都没有相关功能 有当地立法会议员认为 两者风险不同 很难比较 有本港专家就认为 关键应该是 港府迟迟未加强外防输入的措施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等等 近期多番提出 本港和内地通关设的通关码 应该切自动追踪行踪功能 而不是港府初步建议 由通关者自行申报 通关回内地前一段时间的行踪 港府一直说会参考澳门相关模式 根据澳门当局资料 当地未有类似香港的安心出行系统 当地本身的健康码 只需要提交个人资料 包括手机号码、住址等等 如果住址被列为高风险 比如被围封的范围 就会由陆码转为红、黄码 基本上酒店、商场、食肆等 人多聚集的地方 都不允许相关人士进入 他们也不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 就算要过关转用月康码 澳门市民提交的资料 都类似澳门的健康码 为什么内地会接受澳门那一套 本港参考类似的做法 会被质疑未能令到内地安心呢 澳康码方面 我们本身真的没有记录到 我们一些居民的日常的行踪记录 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 可能在人员来往 国际间的浪动比较多 澳门方面的情况跟香港不一样 当然要整体考量疫情扩散风险 以及人员感染的机会 才会考量通关的安排 有香港专家认为 最关键是加强外防输入措施 不过本港近两个星期 社区出现至少两宗个案 涉及机场人员 豁免检疫人士 质疑为什么当局迟迟未保留 就是豁免人士的问题 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对一些高风险的人群 那个检测一定是要加密 就算真的有酒楼 令到有感染 你都能够在两三天内发现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说 明白社会对健康码有不同意见 但具体做法 仍然有待下次专家会议 内地专家早就可能会来到 和我们进行一个实地考察 看看工作安排成点 在这方面 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都希望可以做到 那个水准 那个做法上面 尽量和内地保持一致 无线电视记者擅自报导 连接澳门和珠海的年花大桥 因应更换部分桥等资助 分多日封桥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公布 年花大桥分别在星期三 星期四和下个月二号 凌晨零时到凌晨四点封桥 而横琴口岸分别在星期二 星期三和下个月一号的夜晚 11点40分到第二日凌晨4点20分 暂停办理旅客出入境手续 到时旅客暂时不能经横琴口岸过关 我们再提回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礼宾府跌伤 手肘轻微骨折 需要留院 今日行会休会 特首办说 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伤 自行前往医院 经医生检查之后 证实右手手肘轻微骨折 按医生建议 林郑月娥将会留院观察 并且暂时休假 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处理行政长官职务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消委会测试市面的行山鞋和背囊 发现部分样本防水表现参差 有行山鞋样本一个小时内就入水 臭高气爽又来到行山好时节 但是好天气同样要有好装备 消委会测试市面11款防水的行山鞋 售价大概600至2300元 测试时将鞋浸在60毫米深的水中6小时 有3款在1小时内就入水 有2款即使没入水 但是鞋面也都不够线水 鞋的重量因而增加大概三成 只是有2款的样本完全没入水 重量也都没改变 消委会提醒 买鞋的时候应该参照行山鞋的保养说明 不应该自己在鞋面那里套上防水栏 影响透气度 另外消委会也都测试13款行山背囊 在表面散回平方米10升的模拟雨30分钟 并且将底部置在水深1厘米10分钟 其中三款没有盖上防水遇挡的时候 里面的物品被沾湿 其中一款明显入水 消委会提醒 如何将东西放入背囊都有学问 一般就放一些轻的进去 然后重的就尽量贴近上背 比较迟些放进去 你都可以减少 你都可以减少这个背囊 就是贴近上背的时间 你会减少行动时的摆动 消委会也说 线色或者印有繁光线同案的背囊 在黑暗之下容易变色 有助行山时候的安全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卓希报道 香港马拉松星期日举行 全港多处星期六晚11点半开始会封路 到第二日中午之后 停办一年的香港马拉松伏办 为了配合赛事 赛道和附近部分路段 星期六深夜起会分阶段风路 直到赛事完结 最先封闭的是 全马途经的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 丁九桥一段支路 大南隧道南行出口 起点尖沙咀尼敦道部分路段 西九龙快速公路 清朗公路 长青隧道等之后也会封闭 今年半马和十公里赛 赛道和全马重叠 同样途经的西岁 江乐道西 农和道 会议道 到维园附近的道路 也都有封路措施 而东区走廊 今次就不会封闭 港铁八条路线 星期日提早到凌晨3点25分起 陆续开出头班车 而大约230条巴士线 40条专线小巴 就要改道 缩短或者暂停服务 跑手需要预约 星期四到星期六 去到维园接受病毒检测 领取跑手包 和佩戴参赛手带 要一直佩戴到比赛当日 到绝代跑 起跑之前和冲刺之后 也都需要佩戴口罩 大会说会在起点之后 50到100米 放置口罩气质箱 为了减低人群聚集风险 今年的比赛日 不会设有职场寄存行李服务 如果跑手要寄存行李 就要在领取选手包的时候 一并存放 不少跑手往年都识心打扮参赛 大会说会继续在起跑之前 检查衣识 以免影响其他跑手 如果服饰大有政治标准呢 香港按照我看 一向都在拿油 只有进步 没有退步 所以香港加油 的含义 我觉得是没问题 如果是光时的标语 或者是旗次 这个在赛会方面 就不关赛会事 无线电视机者 林俊谦道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阿琳可盈 先有一节最新消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礼宾府跌伤 手肘轻微骨折 需要留软观察 星期二行会休会 美国股市表现反复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跌超过200点之后回稳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后报35274点跌20点 原有价格近期大幅上升 引发通货膨胀加剧忧累 加上中国上季经济增长速度 是一年以来最低 美股早段受影响 导致初段跌近259点 期后走势回稳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非必须消费品股 能源股和银行股表现比较好 娱乐及传媒集团迪士尼 被巴克来调低评级 股价跌超过2%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 过去三个交易日升势结束 其中英国股市由去年2月以来 最高回落 受到市场忧虑 英联银行加息步伐 会快过预期所影响 法国股市就由 差不多个半月最高回落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30点 法国CAT指数跌54点 德国DES指数跌112点 美国建屋商信心出乎意料 连续两个月上升 胜幅是差不多一年以来最大 美国全国建屋商协会公布 反映建屋商信心的房屋市场指数 10月升4点升到80 是三个月以来最高 而升幅是去年11月以来最大 市场就预期没有升跌 指数高过50 反映又较多建屋商看好楼市 建屋商对销售前景的乐观情绪 也都升温 未来六个月销售展望指数 今个月升3点升到84 美元水平 多谢收睇无线财警快信再回 呢 呢